現在它又OK 我的阿蝦已經很脆了 要拿去洗了 太脆了 阿蝦改撞吧! 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阿蝦改撞吧! 第七集,我是許惟勝 其實我們改了我們的輪胎之後 講真的啦,我這一邊有幾個點哦,希望你們注意聽一下 因為這個改了輪胎,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啦 我不懂是不是我這個前面輪的平衡不好哦 我駕快的時候啦,前面會搖,會抖 比原裝鐵輪胎的時候還要抖 我昨天從太平回來的時候叻 它還是一樣 我們有檢查了這些鎖,它這個鎖是有鎖緊的啦 我不知道要不要再拿去平衡多一次 不過總而言之,現在駕快會抖 應該這種問題哦,是不會出現在新的輪胎跟新的輪胎上面的啦 是不是? 而且我這個又是泰國 Floorforming Technology 的輪胎叻 然後現在也不是鐵輪胎了嘛 不是鐵輪胎了,它就沒有遮到完 以前鐵輪胎是整片遮住的嘛,是不是? 就是看不到你的輪胎叻 現在看到了哦,就發現到 講真的啦,這個輪胎還有這個輪胎的確是非常的小 如果講改避震器,還有改輪胎的話 很多人哦,都會選擇 OK! 這個是對的啦! 但是我就選擇,我要先升級我的輪胎 因為如果車子煞不住啦,就算你有再好的設置,你車子很低速啊 你車子很穩啊,你車駕駛不到啊,是沒有用的 你還是一下水勾啦! 所以現在哦,我決定我要先升級我阿西亞的駕駛先啦 畢竟我現在放了15寸哦,輪胎也比較大了 我就可以去升級駕駛駛 因為講真的啦,我駕駛了差不多三四次的輪胎之前,有上Johor 然後前幾天我又上太平,我發現到如果阿西亞沒有改善駕駕駛的話啦 它的駕駕駛哦,的確是不怎麼夠的 這個駕駛駛也是有問題 有時候哦,它不要鎖,有時候它又要鎖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哦 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你們想要看我去太平做什麼叻 其實就可以點擊我的右上方那一邊 就可以看我們去太平到底做什麼,ok? 我們講到換了這個輪胎哦 有什麼東西真的是你們要注意,然後你們又沒有注意到的 就是你的時速表 哈哈哈哈 上一集,我們就有講到說 這個原裝的輪胎 跟那個外圍 的確哦,跟我現在17550相比哦 我現在所用的這個輪胎的尺寸啦 是比原裝的小的 這個意味著什麼叻? 我現在看我的時速表啦,我跑到100啦 實際上哦,我的車是比較慢的 我用GPS來看啦 我100的時速,我只是跑到90罷了 簡單來這樣子講 這個其實也沒有多大的問題 因為時速是比你實際上的慢 ok? 因為我了解啦,在西馬這一邊的高速 它有這個測速照相機 測速照相機叻 它有些只是給你跑到100億 有些可能只是給你跑到90還是80都有 如果你跑到90,這邊你跑到90叻 絕對是不會被照相機拍照的啦 所以這個就意味著什麼叻? 你的現在的時速表叻,有一點點是等於快樂表 快樂就是讓你很開心啦 你跑到140,你跟朋友宣言 誒!我的阿夏跑到140啊,實際上叻 可能你的阿夏只是跑到130時速罷了啦 那接下來這一點叻 你們就要注意了,就是說 就是說,你時速的計算不一樣了嗎? 也意味著噢,你服務的那個 匯率啦,也不一樣了 就比方說,你這個旅程這一邊 它記錄著,你跑5000公里 你就要換油,就要服務對不對? 現在可能它這一邊所記錄的5000公里噢 可能你只是跑了一個4500公里 OK? 提早服務也是好事啦,對不對? 有些人噢,可能認為 誒!我換了SPORTLIM 嘛! 我的trip 哦,現在能夠跑到400公里一桶油 以前只是跑到350公里了 好嗎? 哈哈哈哈 很快,我們的阿夏就已經駕來 裝 BIG BREAK HIT 的地方 這次我選的這個BIG BREAK HIT 的牌子 是我在上網找了蠻久一段時間的 然後有看到它們也是有做 Plug & Play Asia 它就是我身後這個Pofez 這個品牌是馬來西亞的品牌 據說阿豪、Aderent 也是用著它的 重點噢,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品牌呢? 因為咯,它們也是有自己的車 也是有裝這個Pofez 的這一個煞車 看到嗎? Pofez P4000R 這個咯,是下十幫比賽的廠車來的啦! 你們知道啦,我算是一般的職業賽車手了 我很相信哦,在賽道測試的東西啦! 所以我就沒有去裝那些來路不明的品牌 比如說某某品牌,它們就講 它們的BIG BREAK HIT 很好啊! 但是,我看都沒有看過它們在SPAW 裡面跑過車的那些 我就打岔! 其實這個Pofez 這個BIG BREAK HIT 叻 Plug & Play Asia 叻 原價是 如果你在這邊買這個BIG BREAK HIT的話叻 它們是自由地幫你安裝! 如果你們點擊以下的連結,去直接WhatsApp 它們的話 你們就可以獲取10%的折扣 先到先得,只有30%而已啦! 所以你們看我的影片資料叻,也可以得到10%的折扣叻! 這個不是拆阿鴨的,OK? 講真的啦,如果你們不想花這個大錢去改這個 BIG BREAK HIT 啦! 其實在SPAW上面,我看到也是有人賣那種 Plug & Play 所謂那種Half Card 拆下來的Odyssey 改上去的 不過,我又想到 V認控它之前,也是 在SPAW上面 個人家 買了一套 Odyssey Plug & Play Myvi Big Break HIT 哦! 它的 那一個就翻車 我很記得哦,它那時候裝了那個 Big Break HIT ODC 的啊 它踩煞車是踩沒有東西的 踩到底的時候叻,車還不怎麼要停啊! 所以煞車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以玩玩! That's why 我覺得 upgrade 這個煞車哦,比upgrade suspension 來得更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好的煞車啊 你載好的SPAW,你的車還是停不到啊! OK? 如果追蹤我很久的粉絲叻,就知道 當我看到這樣的車的時候哦 我是非常有感觸的,你懂為什麼嗎? 因為我以前有一部影片爆紅的哦 就是講關於開這種Lancer Evo 給人家笑的影片啦! 誒,兄弟! 我買了一輛新車! 你快點出來,我在你辦公室外面了! Inspira! 你講這個色Evo? 那是Inspira來的咧! Inspira來的,哇!你買這個車來什麼? 沒有前途的啦! 這個看過去,好像是真的Evo啦! 真的Evo怎樣分別叻? 它是有白身體的,然後它是四方蓋 車頂叻,它是有兩邊有骨頭上來的,像骨頭這樣子的 車底是有脖子的,後面 但是很多人都講,噢! 你這個Inspira改的啦!是不是? 馬來西亞就是這樣啦! 浩卡哪裡買的? 真的很像Evo哦! 個四方蓋的哦! 拿一個Grinder來,我幫你Grinder 這次我們把阿蝦原裝的煞車換下,並升級 Profit煞車盤及煞車卡鉗 原裝阿蝦的煞車盤是235mm,而我們升級後煞車盤是285mm 當然,阿蝦原裝的煞車卡鉗也只是單活塞 現在Profit P4000R4是活塞 煞車的力度肯定比原裝來的好 從這個煞車皮,你們就可以知道現在升級後的煞車皮也比較大 也意味著我們煞車會更加的好 能更快的把我們阿蝦跑車停下 現在只要透過我們下面的WhatsApp連結聯絡Profit就可以獲取10%折扣 並可以獲得免費安裝 只限首三十位 趕快去升級你們的卡鉗 從這個煞車都提供出來了 是一個級別的其他爭執 然後是想關鍵數填充kell就能動 從這個煞車時去過 如果我們剛才做到這間煞車 從這個煞車 稍後是這裡 Rare & Lawrence Productions 这一边安装,听讲他们 卖点要搬了啦!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装 你们的 ASEA 还是其他车款的 Big Brake Kit 可以找他们,点击我以下的 WhatsApp 连接,直接找那个老板 索取10%的折扣,首30位罢了! 现在装好了我的 ASEA 的 Big Brake Kit 哇哦,看过去哦,你懂吗? 那个连接啊,看进去就是 满满的 Brake Kit 在那边,就是爽啊! 哪里像一粒这样小小粒的那个 Brake Kit 不贵! 这样哦,才符合到我这个 车位线赛车手的身份嘛,是不是? 哪里可以用原装的 Brake Kit? 哈哈哈,ASEA 也是跑车来的,ok? 好,那个老板有讲哦,装了这个新的 Brake Kaliper 之后叻,要 run in 一桶油,也就是差不多四五百多公里 可以让这个 Brake 皮发挥的更好啦! 所以现在叻,我就稍微的慢慢的开它先 它讲千万不要去踩大大油,或者是去下赛道啦! 因为 Brake 皮真的是需要 run in 的 这个你们应该都懂耶! 不过现在我踩起来哦,那个感觉哦! 可以讲,它比较solid一点哦! 就是说你可能现在踩30% 那个30%你是有感受到踏板的重量的 之前原装的你可能踩30%的话叻 你还会感受到哦,好像有一点软的感觉 很有趣! 我的已经是4port了! 之前的原装Caliber,它只是1port,1port 再加上哦,之前原装的 Brake 皮跟现在用的 Brake 皮,它的面积差这么远耶! 它的 Brake Performance 肯定比之前原装的好很多很多! 现在我们就先慢慢把这个 Brake Gap 先磨好先,磨合先,磨合了之后哦! 一个星期后,我再跟你们分享它的感觉! 我觉得避震器这个东西哦,我先放一边! 因为我现在有改了 Brake 啊! 我觉得一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啦,现在阿夏的椅子哦,它太过平了! 旁边后面这一边靠背的哦,也是很平! 所以到我们角度的时候哦,它没有好顶着我们的腰,变成一角度! 哇,整个人哦,就要用手去扶着! 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啊! 不是因为我大支的关系啦! 因为它就是平! 因此,欠财的我,我们就买了一个 Semi-bucket seat! 这个Semi-bucket 啊! 很多个的! 0%的哦! 是不会错的! 我它还没有开啊,你看! 我真正的拍开箱给你们看! Semi-bucket 最终的效果! 我在Shopee 上面买的这个东西,啊,价钱你们可以看这一边,我每次改装,我都会给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装工多少钱! 诶,真的!你们不要在留言下面问我,或者DM1我多少钱,因为你们真的是没有认真看这个阿夏改装的系列,我要敲你们的头了! 然后我这个也是有买它的Rail Link 如果我没有买Rail Link的话啦,这个椅子是装不到的! Rail Link 华语,就是华轨啦! 这个就是我买给阿夏驾驶座的 啊! OK! 这是它的驾驶罢了,锁在阿夏的! 惨了,我有点紧张诶! 不知道 会不会寄到货不对班给我 啊,耶! Ladies and Gentlemen! Bright King Desu!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选Semi Bucket不要选Full Bucket吗?因为Semi Bucket哦!你的椅背倾斜角度是可以调整的,就是转这个两边,变比较斜啦!如果是Full Bucket那种赛车的铜椅,我们呢,椅背倾斜的角度是可以调整的!就是转这个两边,变比较斜啦!如果是Full Bucket那种赛车的铜椅,我们呢,椅背倾斜的角度是可以调整的!就是转这个两边,变比较斜啦! 就不可以调整的!就死了!如果给赛车的话啦!就必须要用Full Bucket!因为Full Bucket呢,它包的比较多一点!这个Semi呢,它这一边呢,就必须要空出来! 怎样都好啊!都比原装ASIA的好!因为你看这边两边,有跟你支撑着!这个两边其实蛮重要的!如果你真正,你们有学跑车的话哦!当你摆一个角度的时候哦!你的身体啊,必须要接受这些的信息!你这边,你可以感受到,诶!你的车要不要转了!也不要转了!这边,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然后,旁边这一边,现在你看哦! 它顶高起来了哦!我就不容易滑出去了!再加上肩膀这边顶着叻,我现在就可以稳稳开着我们的阿夏,进去飙,进去云顶,跑山路!这个乘客叻,就原装就好啦!因为我们的价格有限!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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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哇哦! 跟你講,你看,還有看到嗎? Bright King 我跟那個 K7 Suhchia 的椅子是一樣的了! 再加上你看這個包袱性多麼好哦! 我現在哦,不用換軟體那些了! 我現在有這個椅子哦,你看,它包著我哦! 我駕車更穩,重心更低,車也沒有降回一番,馬力也加了50匹! 因為Bright King! KING, YOU KNOW? 椅子怎样加马力?你跟我解释一下 椅子比较轻了,车轻了是不是也比较顺? 是不是? 椅背可以喬啊,现在我不要Racing mode, 我就喬后一点 就可以看看,像那个wind diesel 手长长这样,直直这样子 可是你不会觉得如果这个ASIA, 原装这个Static不能调, 你椅子这样矮, 这样你不是手吊着这样哦 而且加上那个beat bike的手高 其实哦,重心低,我们屁股哦 就能够感受到那个车的那个动态, 你知道吗? 我是专业的好不好,这种东西啊 我讲的是没有错的,现在你看哦 我跟你讲,我感觉起来我的 ASIA更稳了,看到没有? 喂,这么久装一装叻,这边没有多一张叻, 只有一张叻,哎呦 哦,没有budget 因为这个也要一千块叻 一千块叻! 哎,好心理啦 没有budget seat 你好抓,你要坐那里哦 我驾车这样稳,不用装这些什么手握把的啦 哎呦,你看,我是不是drift? drift到哪个Champion 出来? 你要相信我这种专业的drifter drifter,Champion, you know? drift 吗? Dragland 推与推哪过吗? 没有吗? 不过差不多是一样的东西,总之哦 我现在装了这个椅子哦,我感觉上 还要装什么suspension 现在原装过盾不香咩? 所以你这辆车会下Sepang 这样子讲哦? 佳银的车来的吗?下什么Sepang 叻? 你要弄坏它的车才干燃吗? 我装这些椅子,不一定要下Sepang 的好不好? 有这个椅子哦,你整个人开车也比较稳 你看,Black King! King is the King! 哈哈哈哈! 椅子已经搬进我的屋子里面了,准备收起来 还残留一些些新车的味道 刚才一路驾车啦,Kazang 驾回铺充这个25分钟里面 其实那个椅子,讲真的啦! 这个不是正版的椅子啦,Black King 因为正版的很贵 它坐下去,刚才我从Kazang 驾回我的家 感觉上是有哭声,有摩擦的声音 一直一奥一奥! 诶不过啊,讲真的啦! 有了那个Semi Pocket 包着我的脚 因为它Semi Pocket 这一边是翘起来 然后这个两边也是翘起来嘛 所以这一边两边翘起来叻,我的脚这一边就有支撑着 感觉上就可以把我的人定格在那个椅子上面 所以我的整个人叻,就很稳很稳的坐在驾驶座位上面 不会移来移去 无论如何,Asia 叻,是不会拿去赛道里面Lap 的啦! 这个椅子,你们不要问我啦! 我不会卖啦!这个我要守着! OK!